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為了實踐2030年的教育願景 到那個時候 有些基本的目標是不會改變 第一個培養孩子面對自己 面對人生 面對別人 社會 面對世界 這是我們吳翔輝 在當天特別談的 不管這本人生怎麼樣 一定要幸福快樂的生活 有人希望不要自己幸福快樂嗎 請舉手 這種偉大的人物 請你到上面來做點體操好了 幸福快樂的學習 這是一定要 要達到這個生活 學習還是要 培養藝術的社會公民 不管是一個國家的 或者是世界的公民 應用創造力來面對自己 面對人生 面對別人 和社會 與面對世界 因為是複雜 所以這樣講 如果要成為領袖 變成一個有創造力的領袖 大概基本上 這個是大家在談 為什麼要談2030年的教育 等 為了完成2030年的教育願景 如果準備進行教育的創新 通常第一個 是以改善教育為目的的 正式教育體制內的創新 大概我們做了很多 台灣已經做了很多 我們一直在做這個 體制內怎麼去做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老師呢 從一個所謂的駐水入湖式的 填鴨式的教學 要把它變成是點亮蠟燭的教學的話 它其實更重要的一點是 老師本身要重新學起 也就是他自己必須要從 原來的那個權威的角色 要走下台來 他必須要跟學生 站在同樣的一個角色 那麼培養比他更棒的學生 也是能夠比他更好的 未來的有希望的人 所以那種啟發式的教學 當然就是一種重新的訓練 我覺得假設能夠在 我們下來的這十幾年 能夠讓我們全國的老師 都懂得說 讓學生怎麼樣去發掘問題 尋找答案 或者是用critical thinking 就是一種比較挑剔式的 質疑式的這種思考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我覺得已經是這個第一步 最重要的觀念 我想另外呢 我自己有幾個很快的 把它都念完 因為時間很短 我想我覺得這個從學習 我個人看起來 已經不再是富人的權利 學習也不再是在 學校是唯一的管道 我自己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那麼嚴格說起來 這個從心理學家 有一個調查的資料顯示 這個他做了一個很長期的研究 他說是小朋友 從兩歲到五歲的時候 做了一個測驗 結果他能夠延伸性 創意思考 大膽想像的能力 是百分之九十八的指數 但是經過五年以後 再去調查同樣的 這一批學生的時候 他剩下百分之三十四 不知道三四還是三十二 然後再過了五年 當他十五歲的時候 再去調查的時候 他只剩下百分之十了 然後他對全部的二十萬的成人 做了調查 你只有兩百分之十 也就是越教越笨了 就是越教以後 就沒有想像空間了 只有標準答案 而這個時候告訴你的 就是他那個創意思考不見了 那麼從這些都告訴我們 很多的資料 我們未來的社會 我們應該培養一個 什麼樣的一種人格的特質 去因應 那教育的觀點 從我是師大接受的教育 當然我只記得 這個是Herbert Reed 英國的美學家 也是藝術師 也是教育學者 他談的 藝術的教育大概有兩個 很基本的目的 第一個 就是給予他或教導他 所欠缺的 讓他可以因應未來 第二個 藝術教育的目的就是 啟發他具有的潛能 讓他能夠培養更好的信心 跟勇氣跟創意 那我想 在這樣的一個觀點 我們未來 未來的世界 需要什麼樣的人 我想剛剛所講的 我們面對一個 廣升高速的社會 我們面對一個 是作為一個 基本的國民 人民 或者是一個世界的公民 那我個人的觀點 是我們應該在 在教育體制以外的 有更多的去培養 更具有這種世界公民素質的 所以我過去跟學生講 學生就稱我叫做 善魚老師 我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長得像善魚 因為我跟他們講說 學設計 大概有三個基本觀念 第一個要 要敏於時事 對於時事的變化 要能夠很清楚地掌握 第二個要善魚思考 可能善魚就這樣出來了 要會想 要能夠發現 會能夠想到自己 第三個叫做勇於表現 那最近我覺得更重要的 就像 袁總裁的公益平台一樣 要樂於分享 這是我覺得應該要具備 這樣四個公民的素質 也是我期待中的未來的 教育能夠培養 我們每一個公民都能夠 有非常好的 對於時事 敏於時事 能夠善魚思考 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最重要能夠勇於表現 能夠創新 那還願意跟大家一起分享 教育的目的 是為了培養國民 面對世界和人生的能力 那麼如果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恩意是通的 它是可以很清楚地演化 那麼你要面對世界 那麼要面對世界的時候 我馬上想到的是 第一個 就是語言教育 國際語言 第二個是國際標準 第三個是國際文化 所以這是我想像中的 三十年之後的台灣 我希望譬如說 台灣兩千三百萬的人裡頭 有三百萬會講日語 有一千多萬會講英語 有五百萬會講話語 全台灣的人都看得懂簡體字 中國人 日本人 歐洲人 美國人 每一個人都想來台灣 去你的國家跟美術 我們的國家一樣 覺得就像在自己的家裡 所以我覺得國際語言的培養 是我最期待 最期待看到的一個願景